我們來看 因為高鴻安昨天 他當然很多爭議 我們希望他可以釐清 那我想說 他既然接受了館長的直播訪問 那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然後我想太多了 我太天真了 反而是他出一個槌 他就說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領過市長獎 那時候的市長就是馬英九 有這麼一個死亡之臥 造就他現在政治生涯 才會這麼樣的可怕 我們來聽聽看 學校然後後來就是 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得到那個市長獎 我還跟馬英九頒獎 對 當時有握了死亡之臥 死亡之臥 死亡之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影響到現在的政治生涯 這麼的可怕 其實當年能夠從馬英九 前總統的手上來 收到這樣的一個市長獎 然後其實 真的是一件蠻光榮的事情 那昨天晚上因為要自嘲的關係 所以講了一個不得理的人笑話 我昨天晚上其實也自我不去反省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真的沒有意思要冒犯 馬英九前總統 所以我在這裡也是 對於馬英九前總統 還有他的即使者 我感到相當的抱歉 然後請現在高鴻安說 好 謝謝啦 謝謝 我們現在趕時間了 這事情已經解決了 那你會接受他的抱歉嗎 謝謝 你看喔 高鴻安怎麼對人 看管沒看過 為什麼死亡之惡這件事情 馬上道歉 腳電話 徐巧欣 今天早上的八點零九分 然後跟這個巧欣說 馬伴的電話 我要怎麼樣跟他們聯繫 然後在十分鐘之後 八點十九分就已經聯繫了 跟他說 失礙失礙 我這個是不得體的冷笑話 差別蠻大的 之前有沒有 塔綠班這個嚴不嚴重 嚴重啊 他有道歉 他寧願在家哭一個禮拜 就是不道歉 來 瑞隆委員怎麼樣來看 高鴻安 為了這個死亡之惡這句話 他大動作的 因為其實包括這個 國民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曾明忠也罵他 你這個發言極度的不理性 也不恰當 我勸你要出來道歉 道歉的真的非常的快 對 因為高鴻安 現在他的支持者裡面 藍營算是他重要的支持者 那你等於對馬英九 這也算是藍營重要的一個 指標人物 你對他講死亡之惡 一般通常網咎民間大家 人家在哭手就算了 你是政治人物 你要參選的人 你還要人家票的人 就你這樣講人家死亡之惡 這個是非常的不合乎 社會道理 所以他當然壓力很大 因為你最重要的支持者的 精神領袖 你竟然痛媽他死亡之惡 所以趕快出來道歉來止血 但是我要講的 高鴻安的問題都不只是這一個 因為他其實政治人物 其實必須很謹言盛行 而且你必須讓整個外界觀感 覺得你是一個適合的 那副文官 結果高鴻安從幾前 大家記不記得他講塔利班的時候 還唱了一個歌 大家非常訝異 怎麼會一個政治人物 當到一個立委級的人了 跟著網友一樣 跟著網友 這樣子在嬉笑怒罵 然後他裡面還講到什麼 綠人這種話 都是非常具有攻擊性 非常挑撥 這種都是非常不應該的 結果他反而出來 然後包括在之前的時候 對你之前講 不是像你中華大學 夜間部這樣子 那種高高在上去攻擊 去藐視的這種心態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的 不成熟的政治人格 我覺得才會這樣 包括你個人當時這樣講 他說你根本就沒有 當選的機率等等 沒有人會一個精神的對手 沒有人會把你的對手 用這樣的話去公開的講 那幾乎是在羞辱對手 在攻擊對手 所以你看到 包括昨天講這個死亡之我 你看到這個高患本身 他的人格特質 真的出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大家才會高度的懷疑 先不講前面違法的事項 光你個人這樣的人格特質 恐怕當個立委 當政政委員長就很擔憂 更何況將來要當一個市長 那高雄這個新竹市市民信任嗎 放心嗎 好 萊文奇哥我請教 因為其實國民黨 剛剛我們有聊了 朱主席其實對於高鴻安 也不敢多加批評對不對 那過去高鴻安 他其實已經得罪過韓粉了 在2019年的時候 這一次2022 他對於這個馬迷 也是死亡之臥 那他為什麼道歉 我認為他應該想的就是 跟選票有關 當然 選票很重要 可是國民黨 我要送一首歌給國民黨 真心幻覺情 有沒有 來 你怎麼看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回應一下瑞榮哥的想法 基本上我也是持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本來想說 我之前講過 是不是像賭神一樣 年輕人 可是他第一次 各位記不記得 學霸的時候的 佔學歷的那個事件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我記得我覺得說 難免潛意識 有可能有這個想法 可是在這一次 第二次的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他又講這件事的時候 我突然就發現 這個人說不聽 我的意思說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人 應該跟他講說 你身為政治人物 確實應該要謹言盛行 可是就從這幾次的發言 我確實覺得 他似乎有一些東西 是欠缺了某一個 就包含這一次的所謂死亡之後 我覺得 他有可能是想要趁館長的 那些年輕人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在看 就是肉麻當有趣 超過頭 所以就有點 就是什麼 話虎不成反淚選 可是你看他會道歉這麼快 或許他也還在想 因為你們沒有講錯 因為他的票 在所謂的新竹的三卡都 藍營的票是支持他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 藍得扶不齊的阿斗 所以很多票跑到了高鴻安 所以如果當他這樣一講的話 那些人當然跳腳 所以我還是覺得 高鴻安回到原始點 這件事情 他還是要說清楚 講明白 他的人生的一個人格的特質 他也要重新的再訓練一次 好 來 逸善哥 我們看一個觀點 是這樣的 這個是陳大的電機系的教授 李宗憲 他說為什麼柯文哲 帶人接物會這樣的不同 他對蔡壁如是怎麼樣 快刀斬亂麻 在那個論文事件的時候 你是你是 而且其實 早上出事的 很快的 傍晚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講說 這個你不要做了 我們要把誰扶上來 星光小公主 可是他發現 怎麼高鴻安 現在的事情已經沒這麼大 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可是他說情節不知道 比蔡壁如嚴重多少倍 柯文哲對他卻是不離不棄 還願意跟他開直播 要鞏固票員 是什麼樣一個因素 是壁如是我們知道說 他過去是柯文哲身邊 什麼寫低詞啊什麼的 他是有差別待遇嗎 還是你會怎麼樣看待這個事情 我先講因為剛才順著 講死亡之我 也可以講到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 我在懷疑是不是柯文哲 跟他講的梗 因為柯文哲前幾天 才跟館長直播跟吃飯 所以有可能是柯文哲想的梗 為什麼我要講柯文哲想的梗 柯文哲很在乎死亡之沃這件事情 從他當市長的第一天 因為市長是12月25 2014 12月25就任 那1月1號就要升旗典禮 他就要見到馬英九了 他真的很著急的 著急所有的幕僚 說怎麼辦 要跟馬英九握手 他真的會 第二天早上 這個照片非常經典 在年輕人說真的 那時候2014年 年輕人是很討厭馬英九 所以我必須說 那時候馬英九的 國民黨的一些問題 所以大家對於馬英九是不爽 那見到馬英九的時候 所以有了這張的經典照片 2014年八年前的經典照片 他拿了一支國旗 手搖旗 然後用旗竿讓他握 然後跟馬英九握手 他說他的理由是 國旗可以擋煞 這沒錯 他說國旗可以擋煞 所以他認為說 我既然已經握有國旗 這樣握手沒事 這個是說真的 當兵的人都知道 反正有那個鬼 軍中有鬼故事的時候 拿國旗來擋 國旗或國徽可以擋煞 可是今天洪璐有幫他講話 洪璐說他握了習近平的手 習近平就做三連任 這稍微幫他講一下 我要講的是說 國旗可以擋煞 所以可能柯文哲 這可以做八連 可能是因為國旗擋煞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昨天高翁安 如果是真的是柯文哲 主席給高翁安的建議 高翁安馬上第二天就道歉 也太對不起主席了 但是說真的 這個在選戰策略上是不對的 我們必須講選戰策略上是不對的 因為畢竟現在很多支持高翁安 其實是深藍的選票 他們對馬英九其實是有感情的 你講這句話 難怪會馬上為了票 馬上就忘掉主席的交代 死亡之禍的交代 就馬上撤回這些票 那我等一下再讓你分析 因為貓貓也在等 他也有死亡之禍的經驗 我也是握過 我在四年前握過 看起來一切喪好 只是都架不掉而已 沒有 你最近一直被告 對 還好都不成 但是我要幫高翁安講一下話 高翁安其實一直是要偷偷暗示說 他其實是有拿到市長獎的這件事 他其實講話就講說 偷渡的概念被你們弄歪了就對了 對 就都是你們這些名嘴 網軍 1450都帶到那個死亡之禍 結果今天的新聞都是死亡之禍 死亡之禍 完全都沒有注意到重點 重點是他要講說 他有拿過市長獎 對 因為他一直在炫耀 從小到大各種獎 他都匪陶匪的 還要在乎市長獎嗎 大大小小都不放過好不好 對 就你們 都是你們一直帶風向 都不調他的市長獎 我幫他講一下 對 高翁安有拿過市長獎 對 高翁安有採護